hihoho,大家好,我是志祺 歡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每週陪你聊聊新聞時事 社會議題或是一些輕鬆有趣的生活新知 那今天這一集,我們要來聊聊的主題是 中國棄嬰尋根之旅 中國政府為了控制人口數量 在1979年到2015年期間 推行了一胎化生育政策 每對夫妻只被允許生一個小孩 如果違反規定,就會面臨罰款 在這樣的政策之下 很多家庭會選擇透過人工流產 拿掉還沒有出生的孩子 或是在孩子出生之後棄養 而當時重男輕女的觀念之下 被拋下的通常都是女兒 那這些被棄養的孩子 很多都會被送到地方的福利院 之後輾轉被外國人收養 不過,有些人在長大之後 會想要去中國找回自己的親生父母 今天要分享的紀錄片巡 就講了三個女孩想要回中國巡根的故事 他們先是透過基因鑑定網站找到了彼此 然後又透過中國的巡人中心 幫忙找親生父母 那麼,當年中國一胎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三個女孩想要巡根? 最後,有順利找到家人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討論看看吧! 紀錄片的三位主角 莉莉、莎蒂跟寇依 分別成長於美國三個不同的家庭 彼此的共同點是 他們原本都是在中國出生的孩子 但是在出生之後被家人棄養成為的棄嬰 後來被美國人受養 莉莉在厄克拉荷馬州的天主教家庭長大 養母是一位未婚的單身女性 莎蒂跟家人住在田納西州 養父母離婚之後 她需要分配時間輪流跟養父母相處 而至於年紀最小的寇依 則是被一對信仰猶太教的夫妻收養 住在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 因為這三個小孩都被收養到了百人家庭 從小就跟家人長得不一樣 所以在進入青春期之後 他們也透過了基因鑑定網站23andme 想要更了解自己的出生 結果在鑑定之後 他們發現彼此是有血緣的表情關係 三位主角進而透過網路認識 成為了無話不聊的好朋友 其中當然也聊到了身份認同 被收養、好奇、原生家庭等等的話題 紀錄片中 莎蒂跟莉莉都表示 如果有機會 他們想要找到自己的親生父母 至於扣一則表明自己還沒有準備好要面對 但她希望能夠認識 當初照顧自己的育幼院保母 於是三位女孩聯絡了一間名叫中華佳麥的巡人公司 根據官網的資訊 中華佳麥是一間致力於為海外的華人 提供巡根與祖籍地的探訪幫助 以及維護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公司 紀錄片中 與三位主角接洽的中華佳麥專員劉好 職位是系譜研究員 她的工作是幫助這些被收養到國外的孩子 重新找回在中國的家人 以及幫助在中國的父母親 找到他們被送到國外的孩子 劉好提到自己也是在一胎化政策時期出生的孩子 但因為他是女生 就讓重男輕女的爸爸非常不滿 爸爸不但責怪媽媽揚言要離婚 甚至一度想要棄養劉好 最後是祖父母把他保了下來 而在弟弟出生之後 他更是經常感受到爸爸的差別對待 只想過程中有許多的掙扎 跟爸爸的關係也很疏離 因為有這樣的經歷 劉好覺得他在某種程度上 可以同理這些被拋棄的女兒 長大之後也希望自己能夠多為這些孩子做些什麼 因此成為了戲譜研究員 而在跟女孩們取得了聯繫了解需求之後 劉好也對案件展開調查 並透過巡人廣告等等的方式搜集資訊 他鎖定了幾個可能目標 之後也實地走訪農村 為沙蒂和莉莉尋找可能的親人 劉好首先找到了沙蒂可能的媽媽黃莉 以務農為生的黃莉回憶到 當初她委託鄰居在半夜把女兒抱走 但事後鄰居並不願意透露 當時她把孩子抱去了哪裡 這年來黃莉經常想起自己的女兒 但礙於沒有任何資訊 就算想要找人也不知道從何著起 而在一胎化政策之下 她也被迫裝上避孕環 當時每三個月就要檢查一次 另外還有一位不願意上鏡頭的婦女 在看到劉好張貼的巡人廣告之後 也主動聯絡 因為她覺得沙蒂長得像是自己的孩子 她表示自己當初懷孕之後 不忍心把孩子拿掉就生了下來 然後她就這樣子前前後後總共送走了三個女兒 這年來她也想要找到自己的女兒們 但她同時又覺得 就算找到了女兒大概也不會原諒她 至於莉莉的部分 劉好找到了一位名叫做陳沐昕的男子 猜測她可能是莉莉的身父 陳沐昕說到 當初在生孩子之後原本想要偷偷留下來 但卻被村裡的幹部給抓到 想要保住孩子至少要付出6萬人民幣的罰款 他們負擔不起就只能把孩子送走 而在某天的清晨4、5點 陳沐昕把女兒放在了人民醫院門口 並且在女兒身上放了300塊人民幣 希望有好心人發現自己的孩子 這陣子她們夫妻天天一淚洗面 但就算想要抱回孩子 孩子也早就不知道被誰給撿走了 除此之外 陳沐昕的女兒陳春嘉惟表示 她從小就知道家裡有個被送走的妹妹 她覺得自己能夠在父母的身邊長大 是一件幸運的事情 但她同時也覺得愧疚 因為妹妹無法跟她有一樣的機會 話說回來 雖然劉好為女孩們找到了很多可能的親人 但經過DNA檢測之後 並沒有任何一組血緣有相互的配對 不過沙蒂亞莉莉跟寇伊還是決定一起到中國 看看她們出生的地方 在家人的陪同之下 三個女孩來到中國跟劉好會合 這同時也是她們第一次在現實生活中見到彼此 雖然說沒有找到親生父母 但她們也一起走訪了當初各自被丟棄的地點 拜訪了曾經待過的福利院 見到照顧過她們的保姆 其中 扣椅的保姆李蘭 目前是華州市社福院的院長 她表示在2001年左右的巔崩時期 福利院內就有200多個寶寶 但福利院的設備並不是很完善 而且保姆跟嬰兒的比例失衡 大家其實都過得很克難 甚至當寶寶太多 院內已經塞不下的時候 保姆會把孩子帶回家照顧 像是莉莉就在保姆養墓地家中 度過了人生的第一年 而當劉好詢問 當保姆們看到外國人千里迢迢來中國收養孩子 是什麼感覺時 下地的保姆李蘇英不捨地說 金寶寶不是她的孩子 但相處後一定會有感情 看到孩子被收養到這麼遠的地方 當然會難過 也會擔心孩子未來能不能過上好的生活 而另外 在紀錄片當中 劉好也安排讓女孩們 見到了莉莉原本可能的爸爸與姐姐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陳沐昕跟陳春娇 一邊是想要找回女兒的家庭 另外一邊是想要找到親人的女兒 雖然就基因檢測上面並不匹配 但是雙方在見到彼此之後還是難眼激動 而透過這次的經驗 女孩們也意識到 自己的親生父母或許就會跟陳沐昕這家人一樣 也會在某個地方想念著他們 只可惜目前還沒有找到人 中國之旅結束之後 女孩們回到了各自在美國的家 回歸原本的生活 扣醫出於對於中國文化的興趣 持續學習中文 莉莉在奧克拉荷馬州州立大學主求會計 畢業後繼續攻讀碩士學位 沙蒂目前則就讀亞利桑德大學 三位女孩至今仍跟彼此保持聯絡 但對於要不要繼續尋親 她們都保持開放不強求的態度 那根據紀錄片的說法 撇除那些被人工流產的孩子 估計至少還有15萬名的中國兒童 大部分是女生 都跟三位主角的遭遇類似 在出生後遭到父母棄養 後來被外國人收養 節目的最後 也想來聊聊我們製作這集的想法 雖然尋這部紀錄片的主題 是要討論一胎化政策所帶來的時代故事 但它並沒有討論到很多中國一胎化政策面的細節 也沒有直接的批判一胎化政策到底是好是壞 反而是從受影響民眾的角度出發 帶觀眾從棄嬰的父母 以及被棄嬰的小孩這雙方視角 看到這些人們在政策下生活的轉變 從這些家庭的分享中 我們可以看到 在嚴格的一胎化政策之下 很多喜歡小孩的家庭 只能被迫棄養的無奈 棄養時 很多人會故意把孩子放在寫點的地方 像是醫院門口、天橋、上菜市場之類的 就是希望這個孩子被撿到之後 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但數十年來 很多父母心中還是充滿懊悔和痛苦 那麼覺得這個拍攝的手法 讓整部紀錄片顯得更加有溫度 在於女孩的中國尋新之旅 也讓我們覺得心酸中帶有溫暖 這邊推薦大家可以親自把紀錄片找來看看喔! 另外在看完這部片之後 我們也在思考 所以家人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主角之一的沙蒂在片尾書道 她在經歷這段旅程之後 覺得自己一直以來好像都找錯家人了 因為真正的家人其實就在她的身邊 對她來說 家人是那些會用心對待支持你的人 他們會接受你最真實的樣子 愛你原本的樣子 而這份陪伴和愛是比血緣更加重要的事情 那麼覺得 沙蒂的這段總結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啟發 就像之前我們跟報老者合作 討論了台灣80、90年代的泛英現象時 最有感觸的地方 就是這些孩子怎麼樣看待自己的血緣與認同 所以在這集的最後 我們也想要祝福這些孩子 不管在未來有沒有繼續找 或者是有沒有找到親生父母 都可以過著平安的生活 好的,那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內容 歡迎按下訂閱跟訂閱 如果是對於這集的內容 對我們Podcast的節目 或是我個人有任何的疑問跟回饋 也都非常歡迎你在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喔! 最後,我們也想要藉著這個機會 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很感謝有大家留言鼓勵 讓我們製作了將近600集的Podcast節目 不過,因為我們團隊人力有限 我們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 在原本的YouTube內容上 所以在我們多次評估、討論之後 最終還是下了停更的決定 未來志祺七七Podcast的議題影片 將會在9月30號之後暫停更新 那如果你想要繼續跟我們一起關心時事議題 歡迎到YouTube搜尋志祺七七 我們每天都會上傳新的影片 那如果你喜歡訪談節目 也可以到各大Podcast平台收聽 強制我朋友白志祺七七 我們也會持續更新訪談內容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